台北市长郝龙斌最近专程到日本去宣传花博 不只是有素人歌手小胖陪同 还有旅日红星翁倩玉也获邀出席 都来为花博助阵 那么记者会现场也来了300多名中外记者 但是没有想到花钱请来的日文翻译程度太差了 场面很混乱 市议员痛批 郝市府做事实在是太慢不经心了 郝市长到日本宣传花博 笑得好开心 有小胖林韵群助阵 还有旅日隐星翁倩玉站台 只不过致辞时 日本翻译频频出包 让台下日本记者眉头深锁 那位小姐其实是留日很多年的 在日本拿到博士 当然也许昨天她是不是有一点紧张 大部分是造稿翻 我们已经请那个公关公司先做了解 可以宣传机会被翻译搞得是李立大了 精通日文的议员说 找翻译不难 这凸写的是好市府做事 漫不经心 并不是日文好 就表示可以翻译的成功 如果能够再谨慎一点 或者市政府市长这个 能够有一个 我们自己随行的一个翻译人员的话 可以有一个替换 曹市长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一个 行销翻译的工作交给 草率的交给一个公关公司来承办 然后现在把责任推给别人 就代表他的国际行销 真的是里里拉拉 被批评到国外打知名度 办活动不用心 蓝绿圣员更爆料 明明是国际博览会 好市府宣传费几乎都花在国内 所有的宣传我们发现 国外宣传只占了两成二 而全部的钱一亿三千多万 七成八的比例都在国内宣传 一个四倍的差距 它是真的在行销台北的国际形象 还是它只是在凸显个人的形象 砸了120多亿要半个花博 想打开台北市国际能见度 结果国外宣传差点大漏气 经费又很小气 好市府真的让台北市民很生气 明日新闻常传 古高树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专家